歡迎你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這個階段我們請到的是 分析師曾煥文大K 前置好 大家好 今天又來亂入新聞大白話 不會 大K 我們知道很多人 其實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都想要轉錢 那我們這個階段 其實就要為大家來預估 或是分析後美國2020之後的白宮 有人換 如果假設換人的話 這個經濟要怎麼投資 或是經濟的走勢到底如何 當然明天 明天的下午兩點鐘 一定要鎖定我跟前置 對美選特報的專題報導 是 從這個拜登的川普 他們兩個人的民調 到底會不會翻盤 我們剛剛延續跟席會連線的話題 席會的說法是說 現在看起來雖然 拜登入主白宮的機會比較大 可是也不能盡興民調 所以中間有可能會翻盤 從歷屆的選舉結果來看 你告訴我們 認不認同很多的事情 是不是很難說 包括了如果說拜登 他真的順利入主的話 我們是不是對投資人來說 會比較好 好 這個投資問題 待會兒先跟大家做報告 我們先講一下 現在我身邊有十個有九個人 今天都跟我說拜登一定會當選 但是我剛剛在錄影之前看了一下 有新聞快訊說 現在川普的票數是16票比10票 好像刑罕布下州有個兩個小鎮 先開票了 川普是領先的 16票比10票 但這個只是非常小的數字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雖然現在拜登的民調是領先的 但是美國過去歷史上曾經發生過 四次的總統大選的民調 曾經是不準的 我們先看1948年的時候 1948年當時是共和黨的杜威 跟民主黨的杜魯門 你看選前的民調 這個杜威50% 杜魯門只有45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杜威會當選 結果出來總得票數反而是杜魯門50% 選舉人票57% 為什麼會這樣 這跟拜登現在有點像 因為當時杜威發生了一些情況 當時大家說杜威 你躺著選就好了 因為你民調領先太多 然後甚至連報社都已經提早 把這個頭版都印好 恭喜杜威當選總統 擊敗杜魯門 然後他的幕僚還建議他說 反正我們領先 你就領先的時候少說話 就跟拜登一樣 領先的時候少說話 多說多錯 甚至躲在這個地下碉堡裡面就好 那他最常講的競選口號就是 你們知道這個未來就在前方 這就是一句空話 所以後來選民覺得他沒有太多的政見 反而最後票都投給了杜魯門 所以這是歷史上最有 這個真信的一次翻盤 大家說當時這次翻盤 可以對比2016年那一次 這個希拉蕊被川普翻盤的情況 那最近一次我們看下一張 在這個1980年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看包括 下一張 對 下一張 雷根 雷根你記得嗎 選前民調落後更多 45比39 結果最後是雷根當選 所以這是第二次 那第三次 這個也是非常有名的案例 在歐巴馬這一次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歐巴馬之前 這個選前民調是48比49 其實他們兩個在政務 政務這個誤差範圍之內 政負誤差範圍之內 所以這個會翻盤 其實沒有太跌破大家的眼鏡 對 其實我們今天也不是要幫川普拉票 也不是說拜登不好 只是把過去歷史的經驗 讓大家做參考一下 那當然明天的結果就會出來了 那這個比較有趣的梗是說 當初蓋洛普民調 其實以前都很有名對不對 蓋洛普民調 當初就一路押羅姆尼會當選 結果沒想到被翻盤之後 蓋洛普民調就宣布了 從此不再做美國大選的一個民調 真的嗎 對 我看他現在做得還滿開心的 蓋洛普 你知道你們最近常常講的 538有沒有 538 就是在2012年的時候 他50個州全部都被他預測中了 所以他從那個時候 就變成民調之神 所以到現在大家才開始 538是從那個時候竄起的 當然最近一次 就是2016年這一次 川普翻盤 最接近的一次 對 為什麼要講說 民調可能有誤差範圍在裡面 雖然次數不多 但是大家可能很少注意到 民調裡面其實有一種叫做 誘導式民調 譬如說我不知道前子 你有沒有接過電話民調 沒有 你沒接過 從來沒接過 我還滿幸運的 我第一次把裝了室內電話之後 就接到 你知道那個問的人 他不會問你說 我舉例 不會問說你是支持柯文哲 還是支持某某某 這麼簡單 他會一系列十幾個問題來問你 他其實有一種誘導式 我們舉例 這個是太陽花 我想台灣人應該都還記得 太陽花佔領立法院的時候 當初的一種民調問法說 你認不認同學生佔領立法院 46%認同代表接近一半 佔多數 但是如果同樣的人 你用不同的問法說 這些反服貌的學生佔領了立法院 導致無法開會 那佔不佔成學生先離場 同樣的一批人 民調的人反而說 有將近六成人認為他們應該要 先離開立法院 所以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誘導式民調 可能是大家沒有想到的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川普跟拜登的民調很接近 但是他們會問說 你是支持川普 還是支持拜登 不會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知道大K 就是一個民調無用論的支持者 某種程度是這樣 你看他今天穿白的領帶 打白的領帶穿黑西裝 你是不是覺得說 川普會當選是不是 沒有 如果川普當選我們應該是黑西裝 紅領帶 是 好 那如果說民調不可信的話 那什麼到底可信 我們可以看到川普現在在全國 美國全國各地跑來跑去 看起來現場的確都非常非常多的人 我們請導播讓我們看一下 下一張我們CG 所以也有人說 你看川普所到之處 就捲起千堆雪 那有這麼多人擁護他 尤其他在經濟上面的成果 可以說是有數字的 不是亂講的 我們來看看 美國每選的投票日 就是昨天 美股其實是大漲了400點 這個意思是什麼 是不是因為在關鍵時刻 表示說道瓊大漲 這個現任的總統做得不錯 所以很強 我們來給他一個 4千 4百點的一個掌聲鼓勵嗎 那上週 那就像你說的 標普500也創下了3月以來 最大的單週跌幅 所以我們很難從這些指數中來判斷 現在的投資人到底是支持哪一個人 對 其實前置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像今天台北股市大漲 其實今天亞洲股市也大漲 美股昨天大漲 大家都說為什麼 為什麼 其實有時候股票市場 心理學也很重要 就是想要賣的人 其實都已經賣了 因為過去一個禮拜 我相信所有的投資人 他選項只有 我到底要不要賣股票 從來沒有人說他要買股票 所以該賣都賣了 那該賣都賣的人 他不會等到今天選錢 最後一天才賣股票 所以今天反而因為賣壓很輕 隨便一買這個行情就大漲 全球股市都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當然為什麼昨天的美國股市 包括川普概念股 還有拜登概念股都大漲 我們必須跟大家講 選錢之夜 這個氣勢絕對不能輸 所以川普的金主 拜登金主 一定要讓他們相關的個股 都呈現一個大漲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的這個 我們先看拜登概念股好了 拜登概念股 因為現在他民調領先 所以拜登概念股 基本上一定都是呈現大漲的 那這個大家應該很清楚 他都是替代能源 育能 太陽能 特斯拉 博格 伯格 華納 大型水泥 可是水泥怎麼會 這個應該算是川普的 怎麼弄錯了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其實不管誰當選 其實他們選後 民主黨跟共和黨的 這個財政政策 其實支出都會很大 其實大概拜登的金額 大概是3.2兆美金 那川普其實只有1兆美金 其實民主黨的這個 基礎建設的金額更大 所以導致開拓重工 這些相關的都大漲 當然跟歐巴馬健保有關的 像聯合健康集團也呈現大漲 這我們可以理解 這是拜登金主 希望選前氣勢要起來大漲 但是比較有趣的是 川普的概念股 也大漲 我們看一下川普的概念股裡面 在下一張裡面 包括他提到 因為他賣很多的軍火 然後他也資助了非常多的 航太 航空公司 所以都大漲 另外傳統的這個能源公司 你看最近油價很弱對不對 連艾克森美孚股價 昨天都飆漲了4%左右 那當然波音跟洛克希的馬丁 是屬於這個軍工概念股 然後他最愛的銀行股也 可是洛克希的馬丁 現在才剛剛這個 中國大陸宣布說要制裁他 因為他賣了很多的武器給台灣 所以他沒有受到這個 中國揚言要制裁他的一個影響 其實應該這樣 他的股價基本上是長期在低檔 所以他也可以說是 跌身的一個反彈 所以我覺得你剛剛提到的那個問題 就是中國大陸的制裁名單 我們明天看露股的表現 其實可以往這邊再繼續跟大家做一個討論 要記得鎖利明天的節目 那重點是 雖然川普乾淨股大漲 然後拜登跟乾淨股大漲 但是有一個很吊詭的事情 大家最在乎的蘋果 還有亞馬遜 最近的股價是跌的 蘋果最近不是出了很多的 新品發表會 11月10號台灣時間 One more thing 又有新的產品要出來 可是蘋果的股價既然跌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雖然昨天川普乾淨股 跟拜登跟乾淨股都大漲 但是你要特別留意 因為原本的領頭亞馬遜跟蘋果 反而沒有漲 這反而是一個 比較吊詭的地方 大家要稍微留意這個風險 所以意思是什麼 因為美國大選的結果即將出爐 市場的不確定性將消退嗎 所以是這個意思嗎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在明天的總統投票 結果出來之前 其實很多的投資大師 最近的看法都偏向保守 我們舉例 最近是羅傑斯商品大碼 他說當你看著窗外 會見到處處都在印鈔 這大家都知道 就是全球就是都是錢 貨幣寬鬆 對 熱錢比疫情更可怕 但他認為錢太多 最後終究會出問題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我直接跟大家講結論 這個時候 這些投資大師 如果你不出來講話 明天結果一出來 大家會忘記你 所以這個時候 他們我覺得刷存在感的 距離比較高 因為過去全球股市大漲 就是因為錢很多 所以像你跟我講說 錢很多這個風險很大 明天要記得看我跟大K所主持的 這個媒選特別報導